能再讀的宣节上一回 说是罗士伯继续讲邓雅芒父亲的事给蒋老听 他说 宋美西又来了市 他发现老百姓都不同了 宋都不像人影 宋美西就更想他搬到自己那边住 那天莫罗尔先生也来了 他很同意宋美西的意见 他说不理那么多 就能够送他去 但是老百怎样都不肯 还豪肚大哭 他们就不敢坚持 莫罗尔走的时候就告诉宋美西 他留下钱袋在壁楼架上 老百借口说医生吩咐 什么都不肯吃 终于熬了几天 老百就小小了 他临死的时候 他临死的时候 你仙美西说 如果你还见到我儿子 就告诉他 我临死还是为他祝福的 掌佬站起来 在客厅走两个圈 他说 你说他死是因为 罗士伯说 惊饿 是饿死的 掌佬拿了一杯 一口喝水 然后坐在那里 面色蒼白 两眼很红 他说 这件事真是可怕 罗士伯说 更可怕的就是 这件事是人为的 不是天意的 你说我听 你答应过 什么都说我听 用绝望来杀死 阿芒 用惊饿 杀死阿芒 的父亲 那些人 究竟是谁 有两个人妒忌他 一个 因为爱情 一个 是因为野心 他们就是蒙非南 和丁家斯 他们怎样 喊为阿芒 他们去过密 说阿芒 是一个拿破仑的 专事王 两个人之中 是哪个去过密的 身边有罪的是哪个呢 两个人都有罪 一个写信 一个拿去死 那封信在哪里写的 是离时有家 想到自言自远 可言是这样的 阿芒 你对人对事的判断 多么正确 罗士伯说 你说什么 走到角下 没什么 你说下去 写个密信就是丁家斯 他是用左手写的 这样人家就不认得他的不知 你相信你记得是蒙非南 啊 当时你都在场 哦 谁说你听我在场 哦 没有人说我听 不过我想 你既然什么都清楚 那你一定是一个目的的证人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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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是在场 那你没有反对这些无耻的事情呢 你既然是一个同谋犯 哎 长老 他们伴到我命顶大嘴 搞到我几乎失去知觉 所以做些周围的事情 我才是蒙蒙蒙蒙之所知的 不过他们再三再四 我才知道 他们只是开玩笑 完全没有恶意的 就是这样 那第二天呢 那第二天呢 罗老板 第二天他们所做的事情 你都看得十分清楚的啦 不过你什么都没有说 虽然啊 汪被捕的时候 你也在场 是的 我是在场 而且我很想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才拦住我 他说 如果他真的有罪呢 啊 真是在沃尔巴岛上的案 真是带了一封信给巴黎的南可伦党委会 如果他们真的在他身上找到这封信呢 那我都帮他说话的人 就是重返了 那我很害怕啊 当时的政治状况 你都知道的啦 很迷恋的嘛 所以我就不敢说了 我知道这些所作所为都很卑鄙 但我没有全心扮罪的 哦 那我明白了 你是听之任之意 只是这样而已 是 唉 每次当我想的这件事 我就非常之负倘 我相信 做了这件事 就是使得我现在这么窮苦的原因了 我失贼人 就做错这件事 就是一件 到现在我还是宅备自己的 你说得很坦白 你这样宅备自己 是值得宽恕的 大家沉默了一阵 掌路站起来 好严肃地搓了一圈 然后又坐下 他问 你很多次提到 韦莫罗尔先生 他是谁啊 罗志伯说 他是埃及黄河的船主 邓阿芳的东家嘛 掌路说 他在这件事里面的表现是怎样啊 他这个人 又勇敢又热情 是个忠厚掌者 他为阿芳的感情 数都数不清这么多次 当拿破仑回到皇帝的时候 他又写信 又请愿 为阿芳出过不少力了 不过都没用了 身边拿破仑被人赶走 他差点 被人当成拿破仑党的迫害 我告诉你 邓阿芳的爸爸病的时候 莫罗尔先生常常去探他 他临死之前 莫先生还留着钱袋在壁楼架上 哟 幸好钱袋里面那些钱 不是啊 谁跟他还钱一切 和好好安葬他 认真是不能说 那些钱袋还在我住 那些很大的钱袋 是用红色的书带击成的 哦 莫罗尔先生还在不在生啊 在生啊 在生啊 上帝一定很爱护他的呢 他是不是很有钱 很快乐 啊 罗士特苦笑一下就说 哎 好快乐 好像我那样 那我说 什么啊 莫罗尔先生很快乐啊 他差不多到了山穷水盡的地步了 直接就回名誉掃地了 为何会这么贵呢 他做了几十年工作 在马赛商界得到一个光荣的名语 现在完全没有了 没有了 他在两年之内没有了五只船 三间大港行破产 就连累了他收不到奖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埃及王后了 这就是以前阿芒指挥过的扮船 希望那艘船在印度运货回来 如果这艘船就像其他那一艘那样 沉跪了 他就完全破产了 莫先生有没有妻子儿女的 有 他有一位太太 还有一个女儿 就来要和一个深爱的人结婚了 但是那个人家 现在不准他娶一个破产的人的女儿 他还有一个儿子 在陆军佐明中位 唉 不如感动弊 如果在世界上 只是单身一个人 他就可以一枪接触自己 一了百了不用太多事了 真是可怕 他就是这样来报答好心人的了 蒋老 你看看我 我从一先头说给你听那件事之外 从来没做过一件坏事的 不过我就要挨抗 不但看到老婆整天这么八高烧 厌厌得色 没有法子救她 就连我自己 也会像邓阿芒的爸爸那样饿死的 而蒙非南东丁家书呢 那些钱呢 多到数都数不清 是啊 那名最重的丁家书 他现在怎样呢 他怎样 他离开马赛的时候 莫莱尔先生 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 他就去那间西班牙的银行出纳 法国和西班牙打仗的时候 他在八军的军粮处打工 就发了不财 他靠果不转 投机靠工债 赚了三四倍 他第一次结婚 就娶了一间银行行长的女儿 第二次结婚 就娶了一个寡妇 叫做沙爱敏 他的父亲沙迷勾先生 是国王的御前大臣 在全境上是很得宠的 丁家书现在 是一个百万富翁 他们还封了他做伯爵 所以他是丁家书伯爵 在巴黎有一间大屋 他用了十匹马 他用了多佛人银 我都不知道他的银行里面 究竟有多佛 那蒙菲南又怎样呢 他又有佛 又有地位 他本来是个愚夫 又没有受过教育 他怎样发财又有地位 你听我说就明白了 拿赫伦回到皇帝之后 就紧急动员了 蒙菲南就应召入伍了 我也去了 当然我带过蒙菲南 而且又结了分 所以我只是派了他去防守沿海 带了 蒙菲南就偏进去作战队伍 上了全市和英国军队打仗 有一次在一场大战之后 现在晚上 蒙菲南就在一位将军门口暂光 哈 原来那个将军是司通英军 那晚 将军就要投奔到英军那边 将军就要蒙菲南陪他去 蒙菲南就同意了 就跟着将军去 后来拿破仑落台 蒙菲南就回到八国的时候 他已经是校尉了 那位将军在朝政是非常得宠的 要有将军照应他 他在1823年和西班牙打仗 就升到上位 当时已经是丁家思开始 做投机买卖的时候 蒙菲南本来是西班牙人 那军队就派了去西班牙 探望西班牙人的情绪 蒙菲南在西班牙绕丁家思 两个人搞得不知名义亲吻 所以蒙菲南在很短时间之内 哈 竟然立了大功 纏了级到上角 得到马瑟夫白色的咸头 还得到凌遇军军 这个十字章 还得到自然自愈 这些就是命 就是命 罗士伯说 我还没说完 八国和西班牙打完仗 看他讲 欧洲可以有长期的和平 没有仗打 蒙菲南的星官就没有行 当时只有欺业反共土耳其 争取独立 一般人都是同情欺烈 蒙菲南千方百计去了欺烈 他还在八国军队里挂着名字 没多久 马瑟夫白色蒙菲南 已经在阿尼纳总督 铁埃里手下服务 职位是准长 后来铁埃里被人杀了 他死之前送了大笔钱给蒙菲南 他带着那大笔钱回法国 同时 他已经是中将了 现在呢 现在他在巴黎海特路27号 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厦 想到听到抹大嘴都合不上了 后来他又问 那斯美西呢 有人说我听说他失踪了 是不是 罗斯伯说失踪 是失踪 好像太阳失踪一样 第二天升起来的时候 就更加明亮 难道他又发出财吗 斯美西现在是巴黎最出风头的贵妇人之一 当初斯美西因为邓雅芒被捕 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他找米洁拉先生求情的毫无结果 后来蒙菲南就去了军队 斯美西真的天天都用眼泪来洗脸 就是这样 过了一年 突然蒙菲南回来了 他现在是个少币军官 他说他很爱斯美西 要斯美西嫁给他 而斯美西说他只有六个月前 总共是十八个月 就算是最专一的情人 也不过如此 罗斯伯说六个月之后 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八人 他们就离开了马赛 你以后还有没有见过斯美西 见过 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我见过他 他在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阿培 我听阿蒙说 他是个瑜伽女 没有受过教育 他怎么教他的儿子 阿蒙对他的未婚妻 怎么这么不了解 他很聪明 画画 音乐 各样都学 都不知多聪明 但我跟你说 只是我跟你说 他学这么多东西 不过要分散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自己忘记往事 是 他很有钱 是一位白族夫人 但我想他的心 不会是快乐的 王老板 那个韦杰拉先生又怎样 他不是我的朋友 我亦不认识他 我就没有什么要求他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怎样 他有没有在邓阿蒙的不幸之中 得到好处呢 那又不知 我只是知道 逮捕了阿蒙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娶了姓丽小姐 没关系我便离开马赛 都不用问了 他当然跟那些人一样 走好运动 他又有钱 又有高官厚将 他说 至少是我 又窮又惨 上帝都不记得了我 你错了朋友 上帝有时 或者会照顾不到也会知道 但他总是会扔起来 这就是一个证据了 掌浩一边说 一边的袋拿了一粒钻石出来 寄给罗士伯 他说 王老板 拿到这粒钻石 它是你的了 什么 给我一个人 想到角下 不要跟我开玩笑 这粒钻石 本来是由他的朋友一起分享的 但是邓阿蒙只有一个朋友 所以就不用再分了 拿一粒钻石 然后卖了它 我已经说过了 它可以值五万八郎 我相信这笔钱 已经足够使得摆一些贪困 过去 只是一个交换条件 罗士伯本来已经碰一粒钻石了 听到最后这句说话 又缩了手 找到微微说 这个交换全件 就是请你把莫来尔先生 留在邓阿蒙爸爸家的钱袋给我 你说那钱袋在你处 罗士伯越来越觉得奇怪了 他走在一个碗柜前面 打开它 拿了一个用红尸带 迹成的钱袋给蒋老 蒋老一手接过钱袋 一手将钻石交给罗士伯 罗士伯说 中落国下 你真是上帝派来的人 因为谁都不知道 阿蒙家那粒钻石给你的 你但是可以自己留下他的 想到我的心思说 你就会这样做的 他站起身 拿着他的帽子和手套 他说 你告诉我听的那些东西 完全是失情 完全可以相信的 罗士伯说 憑我灵魂的得救 憑我一个基督婆的信仰 我发誓 我说给你听的东西 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形 决无花架 想看罗士伯的态度和语气 已经相信他说的 的确是实情 他说 好极力 希望这笔钱 能够有益于你 还会见 掌佬离开帮道家客棧 骑上他的马 搬到马赛 而罗士伯就匆匆忙忙 赶到葡萄 在那里 今天虚人 又在巴黎黎的珠宝商人 他赶上去卖券 卖刀 在长老和罗士伯见面之后的第二天 有一个大约三十一二岁的男人 穿着一件蓝色外套 紫花长裤 白色背心 态度尊庄 走至马赛市长 看他的外表 听他的口音 他是个英国人 他对马赛市长说 国下 我是罗马汤信银行的高级职员 最近十年内 我们和莫来尔富士公司有联系 我们大概有十万八郎投资在他们那里 但是我们听到报告 这间公司快破产了 我们有点不放心 所以那间银行特意派我来 问你关于这间公司的消息 市长说 国下 最近这四五年 莫来尔先生 真是多灾多难 他选得了四五只船 又受了三四间商行破产的打击 不过他人还是极可靠的 到目前为止 每一笔仗 他都是十分严格的案情自款 如果你想知道这么详细的情形 请他去问一下警録长波维里先生 他住在莫来尔斯路十五号 因为他有二十万八郎存在莫来尔一间公司 所以这间公司有什么事呢 他会比我知道更清楚的 英国人多谢了市长 向他卖了工 便到时走了 他又去莫来尔斯路 找了波维里先生 他将他和马赛宣将说我的话 大同小异地说了一次 波维里先生说 博客 你不放心 是有道理的 我就是惨浪 我有二十万八郎 存在莫来尔父子公司 这二十万八郎 是我女儿的嫁妆 她过两个星期就结婚了 这笔钱有一半在这个月十五号到期 另外那半在下个月十五号到期 我已经通知莫先生 希望这笔钱按时还给我 半个总终以前 他来过我这里 通知我 说如果那天埃及王号 不在十五号回来 他就完全没有法子 还那笔钱给我 唉 你又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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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想就说了 郭下 你是不是为这笔放出的钱很担心啊 不过为你说 唉 我这笔钱 是损了的了 那好吧 我给你卖了它了 各位 肉之后是如何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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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